哈囉,我是解實攝影器的來龍哥 那今天有幾個商品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首先我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之前我們進的METAL 50W的聚光燈 那它有出了一些新的 有一些改款之外呢 它也出了一款新的燈 那再來就是我右手邊的這一盞NICE PORT 它也一樣也出了一盞新的100W的LED燈 那我先從50W這邊開始講 之前呢,我先講一下50W之前舊款 它改款的部分 這是我們原來舊款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原來在裝電池的地方 讓它示範一下 它需要用一個專用的拆電池的板手 它原先的設計是在這邊 你看我現在轉了很久 它非常的不方便 那它需要從這邊插進去之後 它才有辦法推電池 那改款之後的單色WINDOR 50W呢 它在下方它做了一個快扣 所以我們在推電池的時候 就比以往再方便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可是我不用再拿那一根 就是電池的板手 再去解鎖 那我直接從後面這邊 搬扣這裡 就可以很輕易的把電池拔開 那這個是原來 舊的50W它所做的改款 那它這一次呢 也推了一個新款的 50W雙色溫的燈 那它在外觀上面呢 其實跟原本的50W基本上是一樣的 可是它在燈體上面呢 它有做了一些小小的改變 它在上方這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會有一個LED的顯示幕 那它會顯示我們現在使用的電池的帕數 以及我們要調整的色溫 那它色溫的調整呢 就使用這個旋鈕去做控制 那我可以從2600一直調整到 5500 基本上它在微調的時候呢 它也可以 它是可以細部的去做調整 大概10K 10K的部分去做調整 所以你需要達到什麼樣的色溫呢 比如說假設我先達到是5,180K 那它可以調到這麼細 那如果說你覺得這樣在調整的時候 覺得太慢了 那稍微大幅度轉動的時候 它就可以達到你需要的5500 或是2600的色溫 然後你再按壓一下 它這邊就會顯示 我們那個調整亮度的帕數 那在右手邊這邊 它會看到一個電池的顯示的電量 比以往我們就是單色溫的在操作的時候 然後更知道說我們現在電池使用的量 這個容量還有多少 那當然喔 50W它本身這一款它前面的設計啊 它其實是跟我們原來SUNRAY的 160W它前端都是屬於S接環 所以基本上它可以再去搭配 比如說我們的樹工筒 或者是S接環的無影罩 那它本身它自己也有一些 它的套件 比如說四葉片 它四葉片安裝上面非常簡單 你只要擴上去 它就可以使用了 如果說假設你今次需要它比較聚光一點的話 那它就可以換這一個 比較可以聚焦的一個聚光鏡 那大家可以看到啊 就是它在燈體的四周 你可以發現它會有四個 四分之一的螺亞 那方便你在架設燈具的時候 可以使用 比如說我想要從上方或是從側邊 它都可以鎖 非常的方便 那本身它除了使用電池之外 大家可以看到它以前也可以使用避壓器 在操作上 它是算是可以在室內使用 也可以在戶外使用 非常的靈活 那再來就是NICE PORT 100W 那這一盞100W呢 它採取的是 就是POWER CARCO 也就是所謂的POWER CARCO 也就是說它可以上任何的 比如說我們剛才上的那個標準照 或是無影照 那在這一盞呢 因為它是新款的 所以它在有一些新的設計 現在先把電源打開 那它操作上面其實基本上它還蠻簡單的 它就是一個旋鈕 去調整它的亮度 那大家會發現它有兩個控制的按鈕 那最主要是它可以再另購它專用的控制器 去做多燈的遙控 或是你頻道上面的選擇 那當然它之前 會是一貫它可以使用APP的部分 它一樣還是有在這個展燈裡面 它除了APP可以控制之外 那它可以另購就是它的控制器 那它可以去做多個群組 你要做遠端控制的時候可以使用 那在調整燈的方面 它就是簡單一個旋鈕去調整它的亮度 LED GO 它出了一款新的大面積的光板 那這個新的大面積光板呢 它除了做一些照明的使用之外呢 大家可以看到它這個面積其實還蠻大的 所以我也可以拿來當成是一個 假設我今天只要拍商業作品的時候 我要做一個去被底等 它也可以使用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大小其實跟我們原來 室內在使用的新鋼架 跟這個底板的大小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可以安裝在上方 比如說有些 他們 比如說在一些服務館 或者是一些美術館 那做展示的時候 照明的時候可以使用 因為它的RS高達95 所以它還原度還蠻真實的 那再來就是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後方這邊有控制器 它這邊可以去調整它的亮度的大小之外呢 我今天可以再搭配 LEDGO 專用的一個 遠端控制器 再加上 下載LEDGO的APP 那它就可以做 遠端的遙控 我可以去調整亮度的大小 那當然如果你是在一般的 比如說像一般的那種新聞室 因為它後段這邊 它有DMS 所以它可以再加上 比如說你一定訂購一個公司的光盤 它也可以去控制它 光的亮度 然後它可以多展再使用 那這個是即將要上市的新品 那目前 現實這邊都有 都有做展示 那 歡迎大家 就是可以來現場巡購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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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fim